唉,上星或者太陽巨蟹座的朋友 農曆六月,自身整體運勢 當我看到這裏全部的訊息之後 我覺得其實就在這裏呼止止道 完全就是我自己 Thomas 塔尖亂臨的本人的故事 那就等我將我自己的一些經歷微微到來 看看你們會不會有些共鳴 話說,我們是巨蟹座,很癡家 其實我們都 我們對那個根 家庭、親民職友 我們對那個接觸是比較強的 不是很喜歡太多的變動 所以就算現在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惡劣如屍 其實我都一直沒有認真考慮過移民 當然,如果有來回鄉我那些不同平台的粉絲 都知道我之前會說過 其實我看過自己的占星地圖 就是ACG 即是我Google Docs的Service M 其實我都看過 那時候我都是純粹八卦好奇 看過 如果我要找婚姻我就去台灣 然後如果我去英國我會名成李袖 大家都可能聽我說過 然後有些人可能都曾經擔心 那Thomas是否真的會離開 但其實我的答案 一直以來 都是挺堅固的 就 不是 不是要離開 純粹是我 就是 叫做屁屁痕 無端端想想那些事情 也是順便去看一看 如果我真的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 伴隨著農曆六月 這件事真的會不斷成真 是的 所以其實 這裏講這裏散 我現在 即是我本日 會移民的成數其實都高了很多 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是做算命 我都曾經看過自己的盤 而我知道自己下年一定有一個大變動 但是 我們經常說變動 或者有時候 如果你們找我去做 即是一些大批算命那些事情 我經常都說 如果我見到 例如你問我移民 我說有能量 那裏 其實一個最低消費就是搬屋 或者你搬寫廁 搬自己辦公室那些事情 這些是一些最低消費 就算你最後真的不容易 但是你都會有一些搬遷這樣的事情 其實 其實在我這個案子 其實我知道我自己下年都是會搬屋的 OK 所以這件事就肯定已經應驗了 但是 我會不會再一步 搞到 玩到這麼大單走去移民呢 那這件事呢 就真的 用回我們西洋的一個哲學理念 就是 這件事都是交給我的free will去做決定 但是其實我自己呢 我都 當然 我都去問了一個提示 我也是開過牌 還有我之前也是開過星盤去 就是有一次我做一個簽聲不掛 我還記得那一早 是我姐姐結婚 神那麼早 我不知道為何自己無端端 紮醒了 然後又很想知道自己應不應該移民 是的 其實無論我那一次的簽聲不掛結果 還是我最近開了一次塔羅牌網 我移民都是一個big yes來的 其實是很建議我離開香港的 是的 然後這些事情 我相信 亦都會是各位巨蟹朋友 無論上星還是太陽 一個最近的寫照 會不會 大家聽完之後有沒有一些心同感受 會不會是想過 出過讀書那些這樣的事情 不一定讀書 但在我的情況下 我真的可能會出國兼讀書 因為我現在在想 加拿大救生艇計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過一些研究 有沒有聽過 他們現在開了兩個新的方案 就是Stream A和Stream B 然後Stream A那些 就是純粹去讀書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讀書的人 我喜歡提議書 我也是喜歡接觸很多知識 但如果要重返校園去寫書 去考試那些 其實我並不喜歡 雖然我以前是讀一些很文科的人 其實我是讀法文和哲學 以前我寫寫書 到頭都暈 還有有時候有寫一些自己不太喜歡寫的課程 我想我寫 塔子亂林星盆分星 比我以前寫大學的論文更開心 但是這件事還未確定 但是我不知道我會不會來真的移民 而這一個 就真的是 農曆六月 對於巨蟹 所有朋友會見到的影響 要麼你移民 要麼你再進修讀書 然後我這個案件 就兩件事都應驗了 希望大家會祝我好運 在這個事情上面 這個是其中一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說 這個農曆六月 是我們叫做一個名氣月份 所以如果你們一向是做一些 需要用到Fame的東西 可能你們是KOL 那些東西 那你們那個 就是那個補光率那些東西 是會更加升到板板的 對 或者好像我這樣 當然我不是KOL 也不是那些影響者 其實我是很討厭這兩個字的 就是我覺得 這些人 就是如果去叫 就是有些人 如果稱你做KOL 稱你做影響者 那這樣就算了 但是如果有些人這樣自稱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是很酷的 對 就算我當有些人這樣叫我 我會軟他 因為KOL 是Key Opinion Leader 但是 為什麼有些人會自大到 我覺得自己是可以引領大眾的那個意見 意見領袖 就是 你明白嗎 整件事很噁心 就像那些人生教練 我意思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我不需要你去教我 怎樣去生活我的人生 OK 那還有 Influencer 你去影響別人 其實每一天 大家的生命都是影響生命的 就算我早上 我開門 我幫人頂住門 讓他先進去 我也是叫做影響生命 所以那些影響者 又是把自己看得太大 Anyways 我不要再在這裡 別人了 但是其實如果 想有些東西得到大家的許可 認同 得到大家認識你 OK 其實趁這個農曆六月 就去加把勁了 OK 好 跟著還有第三件 就是 恭喜大家 你們會又重新再變回一個好人 什麼意思呢 其實 在過去我想這兩三個月 有一些心路歷程 你會有些東西 是無端端是 有更加高尚的追求 有一些更加強的道德觀念 有一些更加強的人生使命感 這些東西會驅使你成為一個好人 但是 之後又會固態服務 你又會做一個 就是 不要說是壞人 但是有些東西你會開始懶散 你會沒有這麼精進 OK 但是這個農曆六月 會重新令你 pick up 回你的 morality 令你pick up回 你人生上 你是想去 要進發 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類 這個目標 你是會重新pick up回的 OK 這個農曆六月是多值得高興的事 OK 我又回歸第一個訊息 就是說 如果你出國 移民 讀書 那些東西 其實就放心 因為 巨蟹一向都是比較精明的星座 尤其是善於理財 OK 所以如果你想進行這些事務 說真的 你又有足夠的資源 就不會說 其實現在很怕窮到窮 要問誰籌錢 其實在這些方面 你們的財政 或者我們的財政 會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OK 但是唯一一個叫做沒有那麼優勢的地方 沒有那麼強的地方 就是其實周圍 並不一定很多人去支持你這個決定 還有可能呢 你們不是很緊張這些決定公諸於世 即是 不像我 我現在就在公諸於世 OK 但是可能你們如果要進行這些事務的時候 你們都是比較謹慎 比較厚密 可能到最後一步 才通知家人 想等到一些事全部是陳安樂定 才給他們一個驚喜 這些時候 你們會感覺到非常孤立無緩 OK 我給你們一個建議 多點找身邊的女性的人物去傾訴 或者都找他們給你們一些支持 當然 如果你不想透露這些消息 讓你的母親知道 讓你的姐姐知道 這些不需要說 但是其他任何的女性 在你們搞出國啊 移民啊 讀書進修啊 甚至是搬屋啊 甚至是搬屋 因為我都說了 其實所謂移民的最低消費 就是搬屋啊 搬簽啊 搬公司那些東西 總之搞這些事情上面 如果感覺到太孤獨旁旺的話 不妨找一些女性去幫你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T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裏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本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生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運那些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